日本年鎖回轉壽司店壽司廊位於祈佛縣的一間分店 被一個17歲少年惡搞 不單用條理狂乃公用豉油瓶及杯 還將沾上口水的手指觸摸書中帶上的壽司 又將惡搞過程拍片 雖然少年及他的監護人其後道歉 但已報警的壽司廊沒有公司堅持不設案 說事態嚴重,損害公司及顧客之間的信任 將會繼續循民事及刑事途徑控告少年 明天見 明天見